8月29日開始 大家可以上網登記 參加普及檢測計劃 普及檢測計劃由9月1日開始 由受過訓練的醫護人員幫我們採集樣本去做檢測 如果大家有什麼不明白的程序 可以來到工聯會各個服務點 我們也會有義工同事幫大家解答你的問題 或者可以幫你上網做預約登記 在大家做檢測的時候 有些人不斷地做謠抹黑 我相信他們不外乎都是政治目的 又或者是經濟利益 所以他們很想抹黑普及檢測計劃 做到不成功 講到有這麼差勁 有很多謠言 我總結了 看完他們的宣傳品 區裏有些人到處派單張 叫市民不要去做檢測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去駁斥他們 要說真相給市民 你只做檢測不去封的關是沒有用的 事實上如果大家看看數字 其實這些數字入境署的網頁每天都有 大家上網可以查到 現在香港只有三個關口入境 分別是機場 深圳灣口岸 港珠澳大橋 根據我們現在 尋找這段時間的數字 其實每天入境的都是一千多人 而這千多人入境的多數 九十多%都是香港市民 所以我都想問問那些經常叫封關的人 其實他們想怎樣封 封人流還是封物流 而且是否要封到連香港人都不給入 第二個問題就是他們經常要製造恐慌 說這個檢測會令DNA送中 其實如果大家有常識的都知道 做這個病毒檢測和這個測試DNA是完全兩樣東西 是完全方法都不一樣 而且政府已經說了很多次 有關的檢疫採集的樣本 都會在本地來做檢測 其實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需要有中央的支援 我們可以做到檢測 就是因為我們提升了本地的檢測能力 所以這些樣本其實都會在香港做檢測 一定是不會離開我們的香港境界 第三個問題他們很喜歡說 要洩露私隱 這樣會把我們的資料爆出去 老老實實 政府所有的工作 處理我們政府服務的申請的時候 他們都會嚴格遵守個人資料的守則 如果我們無論是之前申請的4000元 也是要遵守那套守則 申請同心口罩也是要用那套守則 甚至申請1萬元也是要遵守那套守則 所以根本就沒有不同 普及檢測只是我們防疫措施的其中一環 我們仍然是要遵守一些社交距離 和各項防疫措施 做好自己個人衛生的重要 所以不是單靠普及檢測去控制疫情 其他的防疫措施 我們都一定要遵守 一定要去做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關於這個小區檢測計劃 可以聯絡我們 又或者可以在這條link 找到在新界西邊有些檢測點 硬盡抗疫 支持普檢